归山临幼禅师与养山会及禅师 二人形成的归养宗 他的宗风叫做 父慈子孝胸有低功 就很像是一家人平常的相处 在相处的日常对话中 就变成了一个修行的入处 譬如说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两个公案 就是非常的品尝 第一个就是归山跟养山 他出门了出去巡视 过去在古时候的寺院 他在山里会种田 那这个归山跟养山会去看 就是巡视 巡视啊这个梯田是一层又一层 一层又一层 有一天呢归山就问 是这田就问养山 他说这个秋田那头高 这头低 养山说 却是这头高 却是这头高 那头低 归山就说 你若不信 向中间立 看两头 养山说 不必立中间 一抹住两头 归山说 若如是 浊水看 水能平雾 养山说 水亦无定 但高处高平 低处低平 贵山便休 这一段的对话 很有意思 我们常常在讲高跟低 这个社会 就由各式各样的高跟低 大跟小 来形成了很多的烦恼 通常都是你是高人 我是矮人 你是大师 我是小人 我遇到的是顺境 我是逆境 我现在社会地位很高 或者是被人家看不起 我的身体健康 我的身体不健康 我是幸福的 我不幸福 有种种的指标 如果从这个位置看 就感觉好像是 这个的确是不平等 所以归山就在问 这个田高高低低的 我觉得是这一边比较高 那一边比较低 养山就说 不是不是 是这一边比较高 那一边比较低 就是在这边比较 很多人都说 别人家的孩子 别人家的状况 别的道场 怎么好像都办得很好 我们这边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很多缺点 很多毛病 这个人 有很多的反导 养山说 不是不是 我们的比较好 这里是比较理想的 这里都比别人好 别人都没有我们好 所以一下子高 一下子低 到底从哪边看 归山就说 那你从中间看 我们立一个中间 这中间值是什么意思呢 叫做中道啊 我现在站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 我来看两边 那养山说 不需要看 为什么 因为没有中 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中立 你立中 你又是一个立场 从中间看 东边的是偏东嘛 西边的是偏西嘛 所以没有左派跟右派跟偏左偏右啦 也没有这个蓝跟绿啦 泛蓝泛绿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如果有一个立场 你就跑出来一个新的偏直嘛 所以你说要看高跟低呢 不必立中间 一抹住两头 没有偏空 也没有偏右 一般人呢 就是两种嘛 要嘛就是偏空 我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是空 什么都无所谓 这个叫燕尼啊 其实已经偏了嘛 一个是偏有 哇 我要种种的追求 我要名利财社 公民利路 我什么都要 这些都是拥有了之后 就拥有社会地位 拥有这个世界的主流 那我今天呢 在追求的 是不是就是落入两边呢 有啊 追求的 只要是追求 不管你追求的是 不要动 不要看 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你依然是一种追求啊 不落两边 也是一种追求啊 所以养山啊 就说 我今天呢 要怎样 哎呀不必立啊 不必站在什么位置 你站在什么位置都是偏的 你站在什么位置都有高低 好 那归山呢就认为啊 必须要有一个高低 要一个标准 归山就说 那你看 我们用水好的 水是平的嘛 不管水在哪个位置 它都是平的哦 是不是 这水的确是这样啊 如果是一般的田地 它有高高低低啊 但是如果是水平呢 很多这个测量啊 都是以水平面来算 因为水是平的嘛 哎 养山就说啊 哎呀水也不一定啊 你看 它再高一点的田 它是平的 低一点的田 它也是平的 那你说它有没有高低 依然有高低啊 虽然它都是平的 所以啊 这个是什么 这就在讲啊 我们的实相的道理啊 在哪里都是实相啊 所以你不需要呢 在这个实相当中 偏偏又立一个 哪一个是对 哪一个是错啊 我们现在要修行啊 很多人就说 我是不是什么都要修 佛事门中不舍 依法 我什么都做 不是直接忍辱 精进禅定般若 我每天要度众生 一直不断的办活动 办课程 讲经说法 禅修 一直修啊 很多人都说 哇我这样太忙了 没完没了 其实呢 你如果没有修行啊 没有用功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现在在线上呢 大家在听法 听法的时候呢 哎 我的心啊 在思维 心呢 在体悟 在体会这个道理 佛法的道理 那你如果现在没有在听呢 你在做什么 你依然在思维啊 在打妄想 在想东 想西 或者是发呆 或者是昏沉的睡觉 所以呢 你的念 是从来没有停的 念念千流啊 好 所以你是要念念 相续 无有间断的发愿 还是要念念千流 一念不绝身 三系 境界为远 长六出 一直不断的往烦恼去增长啊 是不是 发呆发了一辈子 不会开悟啊 打妄想 打得生生世世 不会解脱啊 好 所以呢 与其啊 一直不断的念念千流 不如 就是在十项当中 安住 所以不立 两边 也不住中间啊 因为时时都是啊 高处看是平的 低处看也是平的 所以高跟低 没有差别 不需要比较啊 好 所以龟山啊 他这样子一听呢 嗯 这养山的见地是很不错哦 从巡视田地 也能够讨论佛法 这真的是师徒二人啊 很有意思啊 所以龟山呢 就不说了 为什么 其实他并不是辨不过他 而是确定这个养山啊 是不错啊 通过考试啊 因为龟山对于养山呢 他就是从这个日常当中啊 一直不断的去锻炼他的体悟 我们一般呢 都常常啊 都是在这个对跟错啊 师父说对 那哎呀 我就赶快觉得这个就是对的 赶快把答案背起来 师父如果说错 哇 这个一定是错 我要赶快呢 调整 啊我到底错在哪里 不知道 但是呢 这养山啊 他可不这样 因为师父有师父的见解 我有我的见解 我的见解 有没有跟师父差不多呢 哎 可能两个人呢 都是不相上下不分宣制 但是啊 你不能因为他是师父 你就觉得哇 他的很高明 但是也不用为了表达我的高明 哎 我就故意唱反调 表示我是很厉害 这是都是偏执啊 所以啊 你要知道啊 自己要从自己的心当中 去找到一个修行的入处 啊 否则啊 你就是不管你遇到谁 你都一样啦 啊 我遇到我心服口服的人 我就觉得他们很棒 那我就很卑劣 那如果遇到旁边呢 比我差的 哎呀 连傲慢心就跑出来了 啊 所以呢 一下子高 一下子低啊 每天啊 这忙个不停 所以这里啊 就高低不平 其实也不需要去平啊 啊 因为本来高处高频 低处低频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要求别人一定要符合你的这一套呢 啊 然后呢 为了要要求啊 又要叫大家怎样 哎 我的比较高 所以你要听我的 其实到最后呢 都是一个我执 我肩 好 这是第一个公案 好 那第二个公案呢 很有趣啊 哎 这是 施水归山 由山啊 到盘陀山上座 盘陀石 然后石头上了 就是有一个平平的石啊 叫盘陀石 这游山呢 哎 的确呢 是四处去寻山也是啊 哎 那这个石头呢 很能够打坐哦 所以呢 就坐在这个上面呢 在打坐 归山在打坐 那养山呢 就站在旁边啊 因为他是适者啊 他适者就在师父身边啊 就保护师父 就像侍卫一样 那师父在打坐啊 这适者就在旁边视力 忽然呢 有一只乌鸦 一只乌鸦啊 就衔着一颗红柿 落在面前 哎呀 这不错哦 这个由鸟来献贡 好 这龟山呢 就捡起来啊 给养山 这个养山呢 接了就洗了 就拿去洗啊 洗一洗就拿给龟山 来给师父吃啊 龟山说 是神处得来 你这个红柿啊 你从哪里拿来的 养山说 这个师父啊 这个是你的道德啊 和尚的道德所感 你看乌鸦都把这个红柿啊 就都拿来供养师父了 是师父你的道德啊 不得了啊 是不是感得这个红柿啊 来这个师父的面前 哈哈 这就是供养师父的啦 这只乌鸦真的是被 和尚的德恨所感 那龟山说 如也不得无分 其实啊 不是 不是只有我的道德啊 是你也算啊 你也算一份 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我们两个都在现场嘛 所以呢 乌鸦呢 一定不会只有冲着一个人来啦 这我们两个都算了 所以如也不得无分 梁山说啊 哎 这个好像也是 也是在现场的 那龟山就把这个 把这个功德啊 分给 养山哦 分伴与师 就是把它分一半哦 哎 这前面这件事情呢 好像是一个人 所招来的 大部分的人哦 都会觉得啊 我们今天啊 佛法很兴盛 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哦 是吗 如果只有释迦牟尼佛 佛法不会兴盛啊 如果没有1250人的 这个阿罗汉 这个僧团也不会成立啊 如果这个僧团里面呢 没有这么多人 而只是其中一个人 是很了不起 那没办法成就啊 所以啊 一切世界的现象也是如此啊 这个世界要变得很殊胜 那就是大家都有份 如果这个世界要混乱不堪 那大家也有份啊 这绝对不会只有一个造成啊 所以这里啊 就是有龟山有养山嘛 你不可以把这个功德力啊 全部归因于艺人啊 是当然了 一般人都是喜欢应酬啦 都讲一些好听的话啊 养山啊 他也是跟师父这样子来说啊 那到底是不是逢云惨媚呢 他还是呢 法治真心呢 其实这都是一种什么 哎 这没有必要啊 说来说去呢 哎 你要去捧师父的啊 这个马屁做什么呢 如果师父呢 道德很高 那也不需要你吹捧啊 如果师父的道德 是不得的 那他也不会去听你说这些啦 那你说这个呢 你不会有对于自己的修行 有比较好 比较殊胜 但是呢 龟山呢 分给了养山之后 怎么样呢 哎 这继续啊 还有下文哦 师送果子上龟山 对于这个果子这件事情呢 哎呀 就上来送上来哦 龟山呢 每次啊 拿到果子 他就会问哦 龟山接得问 自什么处得来 你看又来了哦 上一次 这是乌鸦嘛 这个乌鸦来了哦 和尚的道德 感德乌鸦献果 现在呢 龟山呢 就又在问说 你这个果子从哪里来的啊 龟山 这样问呢 哦 养山就说 养山说家园底 龟山说 哎 堪吃也胃 是可以吃了吗 很熟了吗 养山说 胃敢肠先献和尚 我还不敢吃的 这个第一口呢 都要先供养师父嘛 最好的 这个其实看起来是有点道理 但是呢 是很恭敬的 但是也有一种危险 因为和尚啊 他就说了 是阿谁底 慧己底 他就说 这个果子谁底啊 是阿谁底 所以这个是阿 这个是一个问号的 问题的 提问的开头词 所以阿 就是再确认一下 这是谁的 这个果子谁的 那养山就说是慧己的 养山叫慧己嘛 是我的 是我的 好 那这个果子是你的啊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问 既然是你的 为什么叫我先吃 是不是 因什么叫我先尝 杨山说 和尚千 尝千 尝万 师父啊 你吃过很多呢 武术 神龙尝百草 尝千尝万 哎呀好吧 那龟山就吃了 就说 尤待酸色在 好 养山说 酸色莫非自知 龟山不达 好 这是一段 这献果 龟山呢 他要吃果子吗 其实不是 这个果子啊 是一个修行的结果 一般呢 我们在供佛 都会供四果 四种水果 代表的是 早日正果 早日正多少果呢 其实在佛法的修行当中呢 他的这个果味啊 是有层次的 不是四种果味 是第四个阶段 最后这个阶段 叫做阿罗汉 那这个果报呢 就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你修行 修得很不错 就像种水果啊 你现在种的不错啊 你的结果就是酸 或者是甜 或者是色 或者是 非常的绵密 这个水果呢 就代表的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成果 因跟果 现在呢 养山啊 就来献果 献果的时候呢 其实龟山不是问这个水果的甜度哦 他是来测试养山啊 如果是你的果啊 来我来测一下啊 测一下你现在做的怎么样呢 做的怎么样啊 你现在修的如何 其实养山呢 借由献果 他想要来师父呢 勘验一下他的修行啊 所以他说 是我家的水果啊 是我现在啊 要请和尚来吃吃啊 测试测试 那龟山就说 既然是你的水果 为什么要叫我先吃呢 他说因为和尚啊 你长千长万啊 龟山养山啊 这弟子是上千人啊 这千人的弟子啊 这个善知识啊 的确是 如果你的弟子很多 你这个修行的经验是不得了啊 长千长万啊 我们大部分的人呢 因为很少去骗吃 骗吃天下美食 所以你不知道美食啊 骗吃天下的水果啊 你也不知道这个水果 从外表看啊 是酸的 是甜的 你看不出来 必须要吃嘛 那现在呢 这个养山呢 这颗水果啊 他要请和尚吃 那我知不知道啊 你的功夫到哪里呢 当然知道啊 因为养山知道啊 师父是经验丰富 是仕途老马 所以呢啊 请和尚来勘验一下 那龟山呢 就吃了之后呢 就说 酸色 还有酸色啊 你现在修行啊 还在那个位置啊 什么位置 还不够成熟 不够成熟 好 那养山呢 就回答啊 其实啊 酸色莫非自知 其实这件事情 还是自己就知道了 其实老师 老师讲 养山了 他早就知道 他自己的程度 那现在龟山说什么 这个都是你自己的 故意的啊 你故意这样说 你以为啊 我会被你转吗 其实不会 因为呢 养山所说的这个水果啊 请师父来说说 请师父来评论啊 其实他自己是知道的啦 酸色莫非自知啊 其实就在讲 修行不管哦 别人说你好 说你不好 肯定你 不肯定你 你还是得要自己承担呢 这件事情啊 水果啊 成熟 不成熟你不能说 你怎么可以嫌我酸 因为你真的是酸嘛 你真的是色嘛 你怎么可以说 这些人都不懂得 去怎样 欣赏我这颗水果 因为你自己就本来就知道啊 你得要知道 不知道啊就很惨了 什么人啊来告诉你啊 你可能都会被骗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程度 是什么位置啊 所以大部分的人呢 其实都是要怎样 包上一个糖衣啊 因为很酸嘛 那赶快加个糖 其实你还是酸的啊 还是色的啊 你应该要回过头来看看你自己 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哪个阶段啊 否则啊 你总是要穿 要穿上一件 这个表皮的 这伪装啊 你没办法 真正的老实的去修行 那这件事情呢 就是看在 龟山跟养山两个人的对话当中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啊 这些有经验的 这大师啊 能够看我一眼 能够肯定一下 所以呢 各式各样的修行的结果呢 都希望啊 供养成堂献供 来让大师来肯定啊 但是事实上呢 其实你有没有肯定 重点是你的水果啊 你自己家里面的这个要种好 如果大师不说 那你怎么办呢 你还是得要种水果啊 如果大师说甜 那你的水果是酸的 那还不是就是在粉饰太平吗 所以呢 不管啊 师父说的是什么 这龟山呢 他就故意啊 要把这个养山给 怎样酸他一下 这养山的确是有一点功夫 他自己知道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修行的 自我知道 自我认知 那这样子的修呢 你才不会啊 迷失在这一些表面功夫上 好 时间不多 大众继续精进用功 狂心顿歇 歇吉菩提 一 一 二 三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